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轰动一时的陕西千亿矿权案纷争 并未随着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而平息 随着崔永元扔进一颗炸弹 称最高院有贼一举再将此案推到了风口浪尖 周强等高官也被推到前台 崔永元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案卷丢失的相关微博 备受关注 他连续多日发微博称 陕西千亿矿权案的案件卷宗 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被盗走 最高院有贼 崔永元在微博中称 承办该案的法官王林钦 2016年11月突然发现 该案的二审正负卷宗全部不见了 他随后报告给了庭长 回看监控时发现黑屏 但法院没有报案 只是要法官重新补一个新卷宗 崔永元说 事后一些法官不愿意重新签名的卷宗 重要文件又突然出现了 他喊话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称 周强 我觉得最高法的法官还是有骨气的 你觉得呢 最高人民法院在事后 一度通过媒体辟谣称 案件卷宗已经归党 崔永元的言论没有任何证据 然而戏剧性的是 在崔永元进一步放出数条图片证据后 最高法12月29日发布声明称 崔永元发布的内容属实 并称最高法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欢迎崔永元等知情人向最高法提供情况 崔永元在这过程中发出法院系统申喉给他的信 到29日公布承办该案的法官是王林青 也公开王追查案卷拒绝补假件的过程 王林青的申喉身份 道路后一段他的视频自述传出 在视频中 王林青讲述了整个案件丢失和他追查的过程 华夏时报30日称 其深度调查部记者收到这段疑似法官 王林青的自述视频 王在视频中讲述 他曾作为陕西榆林凯奇莱公司 诉西安地址勘察院案件承办人 在准备写判决书前 发现原存在自己办公室的案卷离奇被盗 视频中王林青在回忆事件时说 我感觉这个事情非常蹊跷 监控怎么可能说坏就坏 并且我的办公室门口有两个监控 坏了一个也不可能都坏啊 王林青说 自己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要给自己 为保护自己免遭不测留下一些证据 王林青是最高法院二级法官 是中国政法系统少有的一位双博士后 他不仅从事民商市审判近20年 还负责起草了多份重要法律文件 在30日清晨视频自述传出之后 30日晚间北京法律界传出消息 说王林青自杀了 有人认为那段视频正是自证清白的遗言 崔永元的爆料疑似王林青的视频 迅速在中国互联网引发舆论海啸 前广东高院法官法律学者刘士碧对BBC中文说 在中国卷宗遗失概率非常小 因为遗失卷宗后果非常严重 甚至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所有司法人员都知道卷宗是第二生命 公众关注的焦点也大致有两个 除了最高法院的案卷到底有没有丢失这个问题外 还有一个便是这则事件背后的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们纷纷质疑 为何在如此戒备森严的场所都能发生案卷遗失 监控损坏的情况 不敢想象背后的水有多深 还有网友评论称 连最高法的法官都要靠录制视频来自保 电影里都不敢这样拍 这起被媒体称之为千亿矿权案的民事案件 实际是围绕陕西榆林市一处煤矿的合作 勘查合同纠纷 这起案件所争议的碳矿权归属 实则牵动着千亿元国家矿产资源最终花落谁家 今年一月央视新闻一加一播出了一期 民企赢了官司输了什么的节目 央视主持人白延松是这么介绍这个案件的 简单的来说 这件事就是一个当初双方约好了要共同勘探 这一块地底下的矿产 以为就这么点东西 没想到发现多少倍的增长 利益来了 这时候不想给民企了 政府强大的力量就开始介入 但是民企不干 签了合同得有契约精神 官司一打就是12年 白延松说 案情脉络大致是 2003年煤矿行业刚刚兴起 赵发奇拿出1200万 与西安地址矿产勘探开发院拥有探矿权 签订合作勘查协议 拿到了80%的权益 当时签合同前往往不会进行详细勘查 很多人将投资煤矿比喻为挖彩票 赵发奇要赌一把 结果赵发奇出资900万 勘查后发现煤田储量有20亿吨 估值上千亿元 后来在陕西省政府部分领导的推动下 西勘院在未经赵发奇同意的情况下 在2006年与香港一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同一标的上签订合作勘查协议 导致一女两嫁 赵发奇不服起诉了西勘院 关键的案件节点是 2006年5月 凯奇莱公司将西勘院起诉至陕西省高院 凯奇莱公司胜诉 2006年11月 西勘院上诉到最高法院 三年后的2009年11月 最高法裁定发回重审 2011年3月 陕西省高院推翻一审判决 认定因为无效合同 赵发奇不服再次上诉到最高院 2017年12月 最高法宣判认定凯奇莱与西勘院合同有效 继续履行 该案诉讼持续超过10年 期间爆出由陕西公寒发至最高 法院干预法庭判决 赵发奇也被无罪关押100多天 而与千亿矿权案发生时间重叠的 时任陕西省国土厅厅长王登记 副厅长梁峰 总工程师杨建军 以及西勘院原院长陈磊等人 已纷纷落马 漫长的诉讼期间 赵发奇不断实名举报 他在网上发帖 实名举报陕西省多名前任主要领导 及现任落马的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西小明等人 副部级的西小明2015年7月落马 是目前牵涉该案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赵发奇表示 他举报的陕西省原主要领导 曾强令西勘院将菠萝景田一女二嫁 让政府党组代替法院判案 不过上述媒体并未讲明赵发奇举报的陕西省原主要领导具体是谁 有哪些人 赵发奇称 陕西省高院重审改判 是因为最高法院时任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西小明 干预其中左右司法 他指称 2008年西小明曾邀请陕西省政府派员到最高法院密谈 赵发奇一曾向媒体抱怨 在探明了储量有了利益后 他们就要把凯奇来踢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6年丢卷事件发生后 2017年12月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做出了终审判决 凯奇来公司胜诉 其与西勘院签订的合同有效 法治日报评论称 凯奇来公司在胜诉一年后 依然引发了中国司法审判领域 史无前列的巨大喊笑 真正原因或是最高院的判决执行受阻 有成为司法白条的可能 谁有如此能耐 可令最高法的判决成为白条 这或许是崔永元这次操盘的真正目的 另外围绕该案有几个细节 也非常值得关注 其一和西汉院签约的香港议业公司 背景非常不一般 其创办人刘娟 出生于1960年 17岁中学毕业后进入安康文工团工作 19岁进入陕西省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22岁他辞掉工作 进入陕西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三年 后就读于深圳经贸大学涉外经济法律系 1990年毕业后他在陕西省政府工作了两年 任打资源 由陕西省政府打资源下海打拼 到坐拥价值上千亿元煤矿 刘娟只用了14年 他到底什么背景 有报道称从香港回来后 刘娟在西安的投资领域聚焦旅游地产 就区域而论 则集中于拥有大雁塔风景区 曲江旅游度假区的雁塔区 彼时他当时的丈夫赵大新 担任雁塔区副区长 赵大新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曾任省政府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89年7月起出任雁塔区副区长 直至2000年出任西安高新区雁塔科技产业园 下属的西安新科集团总经理 在该区任职时间长达11年 此后他赴北京调任中国唱片总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书记不久与刘娟离婚 一位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与刘娟打过交道的人士透露 去香港前后 刘娟在西安开过游戏厅 游戏厅位于雁塔区小寨商业大厦地下一层 全部都是上分压宝的那种机器 在当时能开这样的游戏厅 需要在公安系统有过硬的关系 其二 2008年陕西省曾有政府官员附京 与最高法院工作人员座谈 陕西省政府还向最高法院发出密函 根据央视披露的画面显示 相关文件提到 如果维持省高院的判决 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 对已经形成的煤炭开发正常秩序造成混乱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其三 在省高院重审前 2010年陕西省政府曾连续开会 通过政府调查报告的形式 认定合同无效 并明确指出 一审判决裁判不当 赵发奇以虚报注册资金进行通缉 后赵发奇被抓在看守所关押了133天后 以取保候审释放 后于林市中院判无罪 其次 该案涉及到一些落马老虎 周永康和西小明曾介入该案 2008年4月 当时邀请陕西省政府官员 到最高法院商业案情的 正是已经落马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西小明 之后 陕西省委还向中办做了汇报 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 做出批示 要求正确引导议论 另据财经透露 虽然赵发奇最终胜诉 但其指称该案过程中被各方势力干预 时任榆林市长胡志强便为之一 胡志强曾于2008年2月至2011年7月 任榆林市代市长 市长2011年7月至2017年4月任榆林市市委书记 离开市委书记岗位后 到了省卫生纪生委 今年6月落马 12月24日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 对胡志强决定逮捕 胡志强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省委原书记胡复国之子 赵发奇还曾实名举报胡志强 在那封信中 赵发奇提到胡志强从2009年开始 在老家全面迎建庙宇 并重修祖坟和祖居 他的母亲以长根绣居士的名义 出面牵头重修其老家的安乐寺 安乐寺的功德碑显示 大批国企老板都捐了钱 在王林钦法官自杀怡云 未得证实之际 又传出赵发奇的一段字述 说他的案件在胜诉后 陕西高院接到最高法院一函 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审签的 不准陕西法院强制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 有分析指出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发酵 不排除还会有高官因此而落马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